但是可能跟大家都有关系的就是外食族又中招 因为台南市卫生局就查出了新香料大厂 九方食业委托品高代工的麻辣汤包也出包 而且最大的供应地就是连锁超商莱尔夫的麻辣关东煮汤头 已经使用了大约三万包 烂夫公安经理彭博彰表示搜索油事件一爆出烂夫就已经主动下架 门市已经买不到麻辣关东煮 目前在等待总公司通知跟厂商办理退货还有退备事宜